最新舌骨研究表明恐龙原来不能吐舌头,在文区影视作品和复原图中,恐龙经常被描绘成凶狠的猛兽,血红色的舌头或鞋子犀利的呼啸声,像可怜的猎物伸去。 但是,最新的研究却揭示出这个经典画面中所隐含的错误,恐龙并不像蜥蜴那样能随意的将舌头伸出口腔。 相反,它们的舌头很可能像断吻恶类一样固定在口腔底部,断而平扁,不能伸出口腔。 这一新发现来自中国科学院古济水所周中和团队和美国的州大学奥斯汀菲校学者的最新合作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开,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该研究除挑战的传统恐龙舌头复原,还提出了新观点。 由于鸟类微型而获得的新的曲式生态,促进了舌骨的分化和活动性。 该项工作比较了恐龙、异龙、短吻恶和现代鸟类的舌骨及相关肌肉,以及这些形状在不同腐系中的演化趋势。 本项研究的对比标本包括了大量现代标本的舌骨,分别来自三个短吻恶以及13种现代鸟类、鱼鳥、鸭子和鸮唇,以及11个化石种类的舌骨。 这些化石主要来自中国的任何生物群,包括小型的四鸟恐龙、异龙甚至暴龙,由于舌骨在化石中的保存较为罕见。 这些完好的舌骨标本显得尤为珍贵,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恐龙的舌骨和短吻恶类似。 反小而简单,无法支持舌头的自由活动,舌骨的形状在一楼,四鸟恐龙,甚至在鸟类自身中具有多样性。 此外,这些类群的舌骨灵活性,提高很可能与飞行有关,因为飞行大大扩展了它们的取舍生性。 研究还发现,鸟类的舌骨和舌气,有着多种多样惊人的适应性特征,很多情况与取舍方式有关,可为鸟类的取舍神器。 例如,如果不能用手来处理食物,这时舌头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处理食物的辅助工具。 恐龙在下鸟类演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复杂、灵巧的骨质舌气,伴随着现代鸟类生静的分意,舌骨进一步高度分化,显示出多种和取舌相关的适应性特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